日前 英国与日本的研究人员发表的最新报告预测 十年后 机器人或将承担近四成的家务 英国牛津大学和日本郁茶水女子大学的研究人员 共调查了65名英国和日本的人工智能专家 听取他们对机器人未来再承担家务方面的看法 研究人员在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杂志 22号刊载的研究报告中说 专家们普遍认为 十年后 约39%的家务或将由自动化程序完成 在机器人或人工智能辅助下 人们购买日用品的时间或将缩短近60% 房屋清扫省时46% 照顾宠物可以省时近三分之一 不过 只有28%的看护工作 如教育 陪伴孩子 照顾老人等能够实现自动化 牛津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还指出 家务分配不均影响了女性的收入 存款 甚至养老金 家务自动化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 据英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 有调查显示 英国职业男性承担的家务是职业女性的约二分之一 在日本 与女性相比 男性承担的家务量不足五分之一 不过 报告同时指出 使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家庭 可能会面临多种隐私问题